如何才能够抓住男人的心 这五个小冒招可以帮到你 不管是夫妻还是情侣 只要相处久了就会出现相看两眼的情绪 所以呢 若想感情能够长久持续的下去 必须要懂得一些技巧 从而可以把男女之间的感情来经营好 而作为一个女人 又想要抓住男人的心 必须要懂得她一些需求和心理 只有做出一些恰当的行为 这样才能够抓住男人的心 令感情更加的长久 第一点就是为丈夫准备热饭热菜 在雨月或者是寒冷的冬夜 妻子可以为丈夫做一顿美味的晚餐 然后打开屋里的灯等丈夫回家 当丈夫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的时候呢 就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 而妻子端在丈夫面前的永远都是热饭热菜 这也可以让丈夫感觉到特别的温暖 第二点呢 就是不要经常的把离婚或者是分手挂嘴边 一些夫妻啊 或者是情侣在吵架的时候 情绪激动的时候呢 会经常的说一些互相伤害的好 而这样她是不利于感情的维系的 特别是一些女人 她争吵的时候会把离婚和分手挂在嘴边 以此来威胁或者是恐吓对方 其实一开始呢 可能男人是会在乎的 可是如果说多的话 这一招就不灵了 男人会在心里做好随时分手 或者离婚的准备 说不定某一天真的就成为现实了 所以争吵最好要适可而止 女人呢就应该给男人台阶下 而且呢 事后无计较和宽容 更能够赢得男人的心 第三点就是时刻的想着她的好 当你看电视节目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啊 当你看到故事中的婚姻生活 非常悲伤的时候 当她对你很好的时候 想想你的丈夫 如果她不在的话 打电话给她 如果她在身边的话呢 就躺在她的怀里 哭一会 然后说 我们永远都不要这样做 第四点就是 事实的赞扬男人的贡献 当丈夫呢 拿着工资交给妻子的时候 妻子必须一次 又一次的去数数 妻子也要表现出极大的兴奋 最好呢 是把眼睛 拼在上面就不要挪开 然后妻子满意的去赞扬她的丈夫的能力 很 这样呢 就绝对的会让你的丈夫感觉到很骄傲 很有荣誉感 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 第五点就是 一定要记住丈夫的生日 并且呢 要第一个 像她说生日快乐 记住啊 最好的生日礼物 只要是能够体现出心意就好了 不用吃饭或者是看电影 男人喜欢回忆美好的事情 再加上生日的礼物 这样就可以让男人倍感温馨了